Hello 大家好 我是Fay 今天就想介绍有十样的产品 我刚刚用完的 但是有些产品我会再买 有些我是不会再买的 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住like subscribe 和按下钟声 可以提提大家 我不是医生 也不是美容专业顾问 其实最主要是想介绍一些产品 我刚刚用完 觉得想分享给大家知道 如果美容产品的话 其实是很个人的 适合你未必适合我 也适合我未必适合你 所以大家试完之后 适合最好 不适合的话记住不要浪费 擦手擦脚都ok的 第一件事 我是刚刚用完的 也不会再买的 就是 告诉大家 其实一些好的成份 产品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我发现原来 这个牌子 其实它真的有很多香料 其实它那股味 以前真的吸引到我 令到我开始用 我觉得卸妆的时候 其实它很容易清洗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 但是当我发现 再看它的成份的时候 其实它真的有很多香料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 另外一些牌子 其实都很好 如果大家想知道 哪一只卸妆油好的话 记住看这个视频 我有介绍其中一只卸妆油 是很好的 第二只产品的话 其实我以前那两年 一直都有用它的洗头水 我觉得是真的很好 在那时候 其实是Neil's Yard 的这个洗头水 那这一只 就是Revinylizing Orange Flower 其实它就不是真的 很死正的 到现在我用完之后 再问这个瓶 真的很死香 很死正的 那大家可能 这一只 住有英国的朋友 应该知道 其实这一只 是一个英国的牌子 那也都去claim 自己是很natural 和很organic的 那其实这枝是贵的 这枝也在说 30磅 这个1L 是30磅的 那时候 那其实呢 我觉得 如果好东西 比30磅 我也不介意 那也都去说 Made in England 那我初初 都觉得 因为给它 那种味道 就觉得 嗯 这种东西一定是很好的 那 当我呢 开始呢 去研究成分表的时候 我发觉 其实它这里的成分 真的很多 好杂的东西 那虽然它说它是natural 就是全部都是一些 essential oils 那但是我觉得 嗯 如果一个好的洗脑水呢 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香料的 其实你最主要洗头 都是想洗干净这头发而已 那让它呢 就是不要有油而已 那我觉得原来发觉 用完这枝之后 是一个很大的奢侈品 那虽然是香 但是我觉得呢 不需要再花任何这些这样的钱呢 去买一只这么贵的洗脑水 那好了 第三样东西呢 我是用完之后 都挺喜欢 但是呢 我都不会再买的呢 就是 Dear Clears的 Vitamin E Mask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枝呢 这盐东西呢 是我第二盐的了 其实呢 我用了这一盐东西大约三个月啦 那之前我也都用过一盐 那所以这一盐呢 是第二盐 那其实我是很喜欢 这个的 这个面膜 那也都我不是当它是面膜的用 我是当它是霜霜的用 那我之后呢 塗完透明质酸之后呢 其实我是会塗这个Vitamin E的 那之后呢 才去塗这个日子霜 那其实我也很喜欢 而且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它就味道很棒的 哈哈 整天呢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产品呢 鬼死那么香 那样 那也都它呢 它呢 它自己有很丰富的Vitamin E Nicinamide 那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都挺好的成分 那 那为什么我不会再买的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香料呢 是极浓 那大家都听过我说很多次了 其实呢 护肤用品的话 其实不需要有任何的香料 香料只是令到你呢 觉得呢 哇 这个护肤产品很棒 那所以 其实现在呢 对我来说的话呢 有任何有香料成份的东西呢 我都不会再买 好了 那第四个呢 我想介绍的呢 就是 就是这一只牌子的Mars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也是的 我用完之后 现在基本上呢 用完之后呢 其实我是不会再买的了 那 那 这一只牌子的话呢 其实在日本呢 是很盛行的 那虽然它是一个法国的牌子 但是日本的Cosmopolitan呢 其实它也是 选去No.1 No.2 那我觉得 其实之前呢 讲过这些牌子的 Day Cream 其实都很好 但是呢 我现在呢 用完之后 我不会再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也是 有很高的香料成份 那大家都知道的了 法国产品 法国人呢 就是很喜欢用香水 那所以呢 它所有的产品呢 基本上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香料成份 那这一只都是的 就算它的Mars 其实它是挺滋润的 但是呢 它塗了之后 你发觉呢 是有很大的香料 那我身体开始呢 其实对呢 有任何有香料成份的产品呢 是开始呢 有反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我开始会有头痛 那好了 以下来的产品的话呢 我是用完都会再买的 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它们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Polus Choice的Retnal Booster 那大家其实以前都听过我说的 就是其实我是喜欢Polus Choice的 那其实它的产品呢 是完全没有香料的 那也都啦 这个Retnal 其实是都很好啊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 听过的就是 其实呢 用这个Retnal 的话呢 其实会呢 对你的皮肤呢 替衰老长远来说是很好的 那虽然呢 有些朋友呢 是未必能够适应到 因为可能呢 你会呢 敏感啊 或者是容易起粒粒的 那我自己呢 是承受到这个Retnal 对我的皮肤的改变 那其实我用了 Polus Choice呢 这一只牌子 这个已经是其实第二支的了 我都讲一支 大约讲用两个月了 那我是隔下 间中间中的 就是譬如像上一次的话呢 是讲几个月前用 那这个呢 是刚刚用完的 那我觉得是挺好的 因为啦 其实Retnal 就是能够帮你抗皱纹的样子 那你长远来塗的话 其实对你的皮肤 或者你的 就是幼纹呢 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呢 我极之推介 Polus Choice的任何产品 那接下来的产品呢 是放眼的 那这个呢 我也是用完呢 我会再买的 就是CeraVe的Eye Cream 那这个呢 其实挺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 CeraVe其实它的成分是好 有Glycerin 那有很多的保湿的作用 那看一看大家 你塗这个Cream之前 你应该是要塗眼睛的精华 那为什么呢 Cream子是可以锁住你的水分 但是呢 你是需要塗一些精华 去提供一些的营养给你的眼皮肤的 那接下来呢 其实不是一个护肤产品 但是我觉得呢 对这个的健康成长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牙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牙线 这个叫Gum 那这个Gum 这个牌子呢 其实是一只美国的牌子来的 那在英国呢 都买到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是 一些牙纳比较大的人士 就这样 其实它整个牙线呢 其实是比较粗的 那我其实呢 那些大牙 In between 大牙呢 其实呢 都挺大的牙纳 那用普通的牙线呢 其实是没有作用的 那我发觉 找到这种牌子嘛 那我就很开心 那其实呢 不知道大家呢 就是各位女士朋友呢 是会不会用牙线呢 那其实呢 我以前在美国长大 那也都呢 来了英国之后 都知道呢 就是牙齿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呢 没有用开牙线 或者是呢 如果现在你可以呢 用下牙刷仔呢 去 make sure 你牙縫呢 那里呢 能够保持健康 牙肉健康的话呢 其实对你成长都很重要 因为呢 牙齿对这个美容笑容 其实很重要的 那也是呢 就是大一个的话 或者老一点的时候呢 我希望呢 会继续呢 就是能够保持着牙齿 七老八十的话呢 都不需要呢 去装一些假牙 那对我来说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健康的资讯 那希望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好了 跟着以下来的三个产品呢 其实都是同一个牌子 那呢 那大家 我想看过我的视频 看过我其他的视频 都知道 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 就是The Ordinary 这种牌子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个果酸 那你看到呢 我是差不多用完 还没用完 差不多用完 但是我很想去介绍 这个果酸给大家 那因为大家呢 看到其实我的皮肤呢 在近一年来呢 是真的改变了很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 lockdown之后呢 其实我是很少化妆 除了YouTube 去化妆之外 其实我平时呢 都在家里工作 那所以呢 其实我少化妆 那我近一年呢 真的 可能一个星期化妆一次 但是以前上班都要化妆 那但是呢 当我由去年三月开始呢 我开始用这个 Ordinary 这个的果酸之后呢 皮肤呢 是滑乱了很多的 那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酸性 就是其实呢 果酸的话 其实呢 有一个作用的就是 帮你能够smooth out 那这个其实都要很小心用的 也都不是每个皮肤呢 是适合用的 尤其是呢 一些比较敏感些的 皮肤的朋友的话 就自己要小心了 那但是这个的话呢 其实呢 我一个星期只会用一次 这样呢 就塗上去臉的十分钟 那即刻呢 就要冲洗的了 那也都呢 你会感觉到 哇 有点疼有点疼 那初初第一次塗上去 他很害怕 即刻洗了出去 洗了去 但是原来你习惯了 习惯了之后呢 其实他是帮你修复皮肤 但是害怕啦 因为果酸的话呢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的 那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 如果大家有兴趣试一下的话呢 你最紧要第一次用的时候呢 塗一点在面部那里 那等五分钟十分钟 看看有没有太大的反应 如果没有太大的反应呢 才好塗在整块面那里 那跟着呢 最后两个产品呢 都是The Ordinary的 亦都是我用完呢 会再买的 这个呢 就是Nicinamide 那这个其实是维他命B3啦 那对我来说的话 Nicinamide和Zinc 其实是真的很有用的 我晚上呢 睡觉之前呢 塗面霜之前呢 我是会塗了这一种 我才会去塗面霜的 那是当精华那样塗 那对我来说的 其实Nicinamide 是对我的皮肤是很有作用 那亦都去了很多印 令我皮肤呢 光滑很多 那所以呢 这个呢 你看到有时候上镜的话呢 我的皮肤呢 都挺光滑呢 其实呢 是Nicinamide的功能来的 那最后一个呢 想介绍的呢 就是The Ordinary的Buffet 那其实呢 它呢 有两个的Buffet 一只呢 是Buffet 就这样Buffet 有一只呢 是贵一点的 那那一只呢 其实它有更加好的功能 那我就cheap cheap的 买了这一只普通的Buffet 那这只呢 都是说的五六磅而已 很有用的 因为呢 我也是当精华那样用的 那如果呢 早上了 我不用Nicinamide Nicinamide 其实我晚上才用的 那呢 我早上是塗Buffet的 那我塗完这个Buffet之后呢 我才会塗这个Day Cream 那塗完Day Cream之后呢 我就塗防晒啦 那记住塗防晒啦 我就是 常常都看姐妹就说呢 你一出街就立刻要塗防晒 那但是呢 before 塗这个Day Cream之前呢 我是会塗了Buffet 塗完Buffet之后呢 我才会塗Day Cream 然后再塗防晒 那好啦 今天就是这么多了 那希望呢 大家能够支持我的channel 能够subscribe 这个非人生活 那这个channel的中指都是的 希望呢 能够介绍到一些 比较便宜啦 即是 经济啦 亦都是一些好成份的产品给大家 那也都希望大家 能够做一点点运动啦 或者是呢 吃得健康 那希望你的身体代謝都会好些的 那好啦 希望大家喜欢 记住like subscribe 和按一下小鐘 下次再见啦 拜拜 by bwd6